你覺得台灣、香港及大陸都有發展社會民主主義的土壤 其實最能夠殺人社會民主主義的應該是香港、台灣 因為現在GDP上來說仍然佔先 即是在兩個地方的財富累積和剝削率很高 社會民主主義因為不是一個革命 所以第一就是要社會本身有這樣的資源去做這個改革 第二就是這個社會裏面的統治者 覺得這樣再統治下去都不行 而這個社會被統治的人又覺得是可以改的 你才會形成一個角力 它才會逐步逐步的改革 其實在現在香港及台灣GDP比大陸多那麽多 而分配又不夠不公道 它去殺人改革真的可以 大陸反而就難 大陸殺人社會民主主義是比較難 為何呢 它的貧富元素這麽大 你要那些有錢人放棄 它現在賺的超級利益它不肯 其實它那些真是血汗工場 你叫它直接剝削少些都不肯 不要叫它做一個財富再分配 即是在整體的GDP裏面 你拿了一大塊你分一塊出來 譬如你舉例整個GDP是100元 你已經拿了80元 人家20元 你可否抽個抽稅的其他方法 拿多20元出來混混去 這當然在大陸來講 你看不到這件事 香港你逼它兩逼它可能 有時都要中下改革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我經常不停地講 就是如果香港和台灣 都做不到社會民主主義的改革 其實革命我覺得不是很出奇 如果在大陸更加是 因為現在你看到大陸的社會 這個分塊比較大 所以我可以這樣講 在一個吊詭 有機會做到社會民主主義改革的地方 就不會做 有逼竊做的地方 就更加看不到機會統治者會做 這個當然是一個平頸 但你課師其實是幾年之後才會發生 這個很難講 歷史的事很難 你怎知道資本主義整體的發展會是怎樣 社會民主主義之所以可以發生 就是資本主義有一個長期的繁榮期 你看到現在大部分 在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的改革 都已經逐步逐步有收回 就是因為經濟的下降軌跡 就是下降的軌跡來的時候 沒有人肯做這樣做 就減掉一些東西 外判私有化 減掉教育經費 減掉社會福利經濟 其實就是一種 有錢人和統治階級覺得 我不想再給多些東西來 既然我都賺不到那麼多錢 他意思不是他整體賺不到那麼多錢 譬如他每100元賺少了10元 他覺得很多 即使他因為投資額多了 整體的利益是多了 他絕對額多了 但相對他覺得利益率太低 他當然不用了 就是這樣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死結 當你的資本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要不停擴大你的利潤 才能維持到相應的利潤率 譬如你以前有100元 100元賺20元 200元賺40元才能維持到 你不會因為你有200元賺了30元 你會滿足 因為200元、30元你覺得利潤都低了 15% 這才是資本主義其中一個很基本的矛盾 因為市場的競爭就是不同利潤率之間的部門 如果你說大的經濟部門 以至企業之間都是這樣競爭的 尤其是你經過大量的公司上市的時候 你的股票價格會跌 如果你的利潤率低 是會跌的 那利潤率要增高 通常如果無可搞的 就增加剝削率 削減那些可變的資本 可變的資本 其中最多就是勞動力的價格 降低勞動力的價格 這就是為何經濟危機來的時候 首先受到禍害的就是勞動者 就是打工的人 因為其他人減是比較難的 你就減那個人的工資 如果再減第一次的分配都減不到 第二次的分配都減完 抽少些稅令到資本家賺相同的錢 他的利潤率會高 因為你不抽那麼多稅的時候 他就可以這樣 其實不是很難明白 整個經濟的體系 所以其實減稅減複利 就是由二十世紀末 即是一九九九零年開始 整個的浪潛就是這樣 將原本給了你的東西拿回 無論是稅額或利潛 一次過拿回 然後就在勞動的市場裏面 更加迫你做更加多的東西 更加苛刻 更加令你的職業沒有保障 沒有保障的時候 你便會割價求售 其實如果你將勞動力 作為商品來說 當你很難買的時候 你一定是降不降價 你會接受降價的現實 所以他就從兩重去拿你 一個是第一次分配 一個是第二次分配 一起這樣降的時候 當然是很大問題 另外剛才你所說 其實本身可能你們審文演 有一些意識形態需要再深化一點 你們覺得你們將來 其實在哪一方面 是要再加強意識形態 其實我有個願望 即是香港所謂左翼分子 我都認識不少 但他們就不太有興趣 去做一個系統的教育 他們喜歡文野學 寫這件事寫這件事寫這件事 或者在學院裏面做些研究 我不可以說他們錯 但如果你說他們慢慢批評 社民營是一個真正的阻擁力量 其實他們有兩件事可以做 一個是他們自己搞的真正的阻擁力量 要是在社民營基礎裏面 幫忙大家一起搞一個 比較群眾性的阻擁力量 其實我自己都有興趣知道 你本身對於這個意識形態的形式 是怎樣回來的 甚麼呢 和其他看書 我覺得其實 這個就是有沒有政治傳統 我生長的年代 馬克思主義還未吃微 我們當然可以在那裡吸取養分 然後我加入了托派 其實我看網上的討論 那個水準是非常低的 但問題我吊詭就是 大部份認識這些的人 他又不做的 即是他在學院裏面 學了一些我剛才說的事情 但他又不會作為一個 他生活的一部份 他不會作為一個生活的一部份 也不作為一個生命的一部份 他懂得 他講兩講 很多人講葛蘭西 講很多新左的名詞 人名 你用來用才行 講是沒有用的 建立霸權 阿哥 你一件事 即是講一件事 發生了一件香港人都關注的事 你連屁都放不了一個 那你怎樣建立霸權 你講說 郭蘭西講的位置之志 建立文化霸權 政治霸權 講當然容易 沒有人做 是不會有人做 要是 很簡單 那些人的交易小到 就是自己夾些錢 給些精力出來 整個獨立平台都不會做 他就托備於 現在 為何現有的大眾傳媒 當然不可以 為何不可以 原因是斷斷續續的 懂做的人又不做 不懂做的人想做 想做的人又沒有平台 做得到的人又不敢利用 對我平台時不敢去得盡 便經常運行運行運行 我覺得香港的社運 例如去超級市場的人 推出車子走來走去買東西 選這件就選這件 未出口都未計算 好像購物 有甚麼大事就說幾句 其實是一個 對於他自己意識形態的 一個 偏見多過他想去做些事 對於他自己意識形態的一個 對於他自己的聲音 是否一定會有的 他不敢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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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件事 我可見 甚至是 他不敢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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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敢於是